真实的舍己 还不在乎说我是在外面舍弃什么 真实的舍己就是圣经所说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放下自己的挣扎 放下自己的努力 接受以耶稣基督的圣洁 做你的圣洁 接受耶稣基督 他的生命 他的荣美 他的温和 他的喜乐 他的平安 他的得胜 作为我的 你缺少什么 不要去追求 去努力要靠自己得着 转向来 转向基督 其实他都在里面 接受他 所以我对现代的年轻人 我知道我们现在面临到最大最大 最可怕的一个挑战 就是网络世界 我想这个 你们已经也听了很多了 其实我自己里面也是 常常也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 你说人类不管你说现在是有三万年历史 一万年历史 六千年历史 不管人类的历史有多少 整个人类的那个巨变 从来没有超过像过去这五十年 从电脑开始到现在 所带给人类的影响 你说的更进步一点的话 也从来没有超过过去这二十年 所带给人类的巨变 你发现网络的通行跟普遍 已经大大大大影响了整个人的生活方式 时间的使用 人际的关系 道德的标准 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稍微去想过这些事情 当你真的退一步去想的话 你里面会毛骨悚然 会冒汗的 仇敌用一种非常可怕 而且快速的方法 在这里摧毁属灵的世界 你发现从网络出来以后 我们从前说怕引狼入室 现在狼住在每一个人的家里面 对不对 你怎么能够看守着你将来的孩子 你们将来不久都会有孩子的 他只要上网 对他来说是一个open world 仇敌自由尽数 在佛罗里达 每一年碰到大飓风 hurricane来的时候 就是台湾的台风 来的时候佛罗里达州 因为很多沼泽区 水都会涨起来 你知道每一次沼泽 这种大hurricane完了以后 政府都会提出警告 说请你们一定要注意 你们家的后院 因为沼泽区里面的鳄鱼 全部都游到各地家去 因为都是水嘛 水涨起来了 它得到了一个pass 一条通道 它可以进到你家的后院 所以你不要随便就让你孩子到后院玩 先去你家的后院 篱笆里面先全部检查看看有没有鳄鱼 今天你说今天家里面只要网路是通的 全是鳄鱼 全是豺狼 不要说孩子 青少年 大人一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 不是说律法不重要 律法再怎么样是一个迅蒙的师父 但是至终你要能够得胜 是要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 可是当我们还做孩子的时候 它还是有用 它把我们看守在律法的底下 所以请你们一定在你们的生活里面 我明天会讲到建立生活的习惯的时候 我在细讲 我们一定有一些被抽敌攻击 破坏的管道 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去检视它 能够在这里能够设下防线 为着你自己的生命 为着你未来的家庭 为着你在神手中的价值 为着你将来勇士要去交账 请我们在生活里面 我们都要开始小心 但是真正的得救 只在乎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神永远爱我们 很多人传道人 也常常讲这样子的信息 神照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 我每次听到这样子的话 我都很感动 我自己里面也很感谢神 但是就像Max Lucado 写的一本书 Just Like Jesus 他说是的 神是按着我们的本相 接纳爱我们 可是也就是因为他爱我们 他必须要来改变我们 他不能够让我们依然顾我 他需要来改变我们 为的是要教我们像耶稣一样 他说有一次带着他小女儿 在公园玩的时候 小女儿在那里玩 他看着她很可爱 这时候来了一个卖冰激凌的 他就想去买个冰激凌 给他心爱的女儿吃 当他转身去买 买完回来的时候 他看着女儿在地上玩 满嘴巴都是沙 他在吃沙 他说我永远爱他 我不会因为他吃沙 我就不爱他 我就是照着他的本相爱他 但是也因为我爱他 我不能够让他 任凭他 Let her 让他毅然顾我 我要帮助他 让他能够得到最好的 弟兄姊妹 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 我们犯罪了 神还是爱我们 但是神恨无罪 神恨无罪恶带给我们的残害 神恨无撒旦在我们身上的全身 所以神要来救我们 他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 但是他不能够让我们依然顾悟 神要来拯救我们 你们听过的请你包容 就像诗歌我们唱过的还会唱 圣经主耶稣的比喻 我们也听过很多 有些小故事我很喜欢用 因为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贴切 能够摸着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 他讲到有一次有一个人出去旅行的时候 他经过一个村庄 结果他看到一只老鹰跟一些鸡 土鸡在农村里面抢东西吃饭 他看了以后 他就正好正好那个农场的主人出来 他就问他 他说你为什么要养老鹰 他说我不是要养老鹰 他说我是有一次在外面捡到这只老鹰 他受伤掉在地上受伤了 我看他这个伤得蛮重 我把他给救回来 我就帮他擦药 帮他把那个东西弄好了以后 结果他不肯走了 他就住在我这了 所以他每次吃饭都跟他这些鸡在一起 他说那你愿不愿意我帮你把他放掉 他说那当然好了 你看他吃的东西比鸡都多 我也不忍心杀他 所以这个人就把这个鸡举起来 就把这只老鹰举起来 他把他举得高高的 这老鹰他试着要放他 他不肯飞 因为放着他的时候 一直想要放他 这个老鹰就不飞 因为他还在看地 突然看到有一只鸡找到一只虫 他就冲下来 把那个鸡推开来 他就把他吃掉了 他去撞 过一下 这个人看看没办法 他就站在鸡舍上面 然后爬到那个篱笆的杆子顶上 长得更高了 把他举起来 没想到这时候主人正在出来 正在喂这些鸡吃东西 东西一撒 那些鸡都忘了你跑 那个老鹰又刷一下冲下去 然后他就醉壮 啪啪啪给人家抢 别人都抢不够他 后来这个旅客就跟这个主人讲 他说你愿意把他交给我吗 他说没问题 你把他带走 这个旅客就带着这只老鹰 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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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走到一个高山 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山 走到悬崖峭壁旁边 整个底下是山谷是水流是树林 然后蓝天白云 他把这只老鹰再一次重新举起来 没想到这个老鹰抬头的时候 那个阳光白云底下那个山谷水流 他的头一下震动一下 突然叫了一声他就飞起来 重新翱翔在天地之间 他重新再翱翔起来 恢复了他鹰生活的境界 恢复了他鹰生活的水平 兄姊妹圣经里面用鹰比喻 做我们这般基督徒 那个属天超越的生命 当我们等候耶和华的时候 我们要像鹰一样怎么样 我们一定会重新得力 如鹰展翅上腾 我们里面是一个鹰的生命 是活物 前面是鹰 后面是人 鹰就说到那个属天超越的生命 当仇敌来的时候 当危险来的时候 或者当环境有需要的时候 它能够立刻飞起来 因为它里面的生命是属天的 可是你发现这只老鹰因为受伤 掉在地上 被带到这些土鸡的中间 他已经习惯活在土鸡中间了 他已经习惯吃地上的东西 他已经习惯跟这些鸡天天混在一起 因为他自己里面非常的壮 他也很容易得生 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 你也许不见得像这只老鹰一样受过伤 但是我相信连长的 做目者的很多的人 我相信在我们这一生里面 很多的时候我们受过伤害 有的伤害是从教会来的 让我们这个人原本在天翱翔的生命 一下子掉到地上 而我们里面却不想起来 我们跟人混在一起 我们跟人争 跟人抢 跟人争了一口气 我们里面过不去 弟兄姊妹 当神把我们重新带回到属天的境界 当神重新把我们带回到 祂话语里面 祂给我们的救恩 我希望我们都重新被提醒 我们是属天的人 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 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超越得胜的生命 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活着像耶稣 活着属天 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 所以我讲塑造健全的性格 我不是把性格当美德 一样一样来给你们讲 今天我们不是从那个角度开始讲 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 我们都回到圣经的根基上 美德 性格要能够被改变 必须从生命先改变 整个生命的本质 不再是我 乃是主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他活着的不再是我 他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嫉妒在我里面活着 他活着 他活着 嫉妒在我里面活着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嫉妒在我里面活着 我要求不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他活着 他活着 嫉妒在我里面活着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嫉妒在我里面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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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是嫉妒在我里面活着